好,各位同学,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我们继续来编写我们的业务代码 我们这节课来看一下我们首页这里 Biner我们编写完了,然后主题这块的接口我们也编写完了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最近新品 最近新品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它是这样一个实现的思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新品是由一组商品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最近的商品最近新品它一定是有一个上传到数据库里面先后顺序的对不对 好,那么最近新品的做法就是把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商品数据按照这个上传时间倒序排列 最新上传的排在第一个 然后最老上传的放在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的商品有很多 我们的商品有很多,我们的最近新品一定要选择一定条数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不能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选择的是15条最新的商品数据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地方的 你要显示的新品的数量 好,接着我们到数据库里来看一下 这个最近新品就是要查询Product的商品表 然后把这个商品表的相关的信息使用倒序排列 然后再展示出来 它所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排序字段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的CreditTime这个字段 好,那么现在我对这个CreditTime还有UpdateTime以及我们还有一个DeletedTime这三个字段做一个说明 这三个字段的这个数据写入不是由我们程序去控制的 而是由TP5框架来支持的 TP5可以,TP5里面如果你使用模型了之后再在模型里面做一些设置的话 那么当你往这个数据库里面插入一条数据的时候 这个CreditTime会自动的记录你当前插入数据的这个时间 然后UpdateTime相应的就是当你使用模型去更新一条数据的时候 这个UpdateTime会记录你当前更新的时间 DeletedTime同样的也会记录你删除这条数据的这个时间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定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来操作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是使用收购的话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自动写入的功能 那么关于这个DeletedTime我们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这个DeletedTime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正常的记录你当前删除这条数据的时间之外 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作为一个标志位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了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没有使用真实的物理删除一条数据 如果你要删除一条数据的话 其实就是你的DeletedTime如果有值的话 那么这代表这条数据是已经被删除过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使用了一个标识的方法假删除的数据 那么关于这些知识我们放到后面会具体的讲 我们这节课主要还是来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近新品的业务功能的编写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来来编写这样的一些业务代码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Product 我们已经建立了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Consumer文件 对不对 我们要建立一个Product的Consumer文件 好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借口方法 然后我们叫GetRecent 过去最近的商务 好然后我们到我们的这个 定义路由的Root文件里面 把我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Product GetRecent这样的一个路由给定义一下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修改一下 好 SIM我们要换成Product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不传入ID 我们回Send 好 然后我们这里后面的APIWARTHY SIM对不对 对应的模型 对应的Consumer的名字 要改动一下 我们要改成Product 后面这里上一个也要改一下 这个是C 好 那么这个路由定义完成之后 就回到我们的这个Consumer文件里面 来编写业务代码 好 那么是这样的 我们的刚刚说了 我们的最近新品这里 默认是15条 但是我认为把它写成15 直接直接服务器把它定义成15了 这个不太好 所以说具体展示最近多少新品 为了支持接口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 灵活性 我们决定让客户端 他传入一个数量 来决定 最近新品到底应该写是多少条 好 那么我们默认情况下 我们要接受一个Count 作为一个新品数量的一个参数 如果客户端不传入这个Count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15 如果Account客户端有传入的话 那么就取客户端它传入的这个值 来获取一定数量的商品信息 好 那么我们接着做什么 我们接着要对这个Count做一个参数教验 对不对 好 OK 那么我们在Validate这里 再新建一个 验证起 我们再做Count 好 那么Count 需要继承至BaseValidate 然后我们来定义这个Count 它的一个规则 PostExt 好 那么对于这个Count来说 首先它必须要是一个整形 对不对 正整数 正整数 我们的判断是这样的一个 IsPositive Integer 还是掉以我们之前的这个方法 Positive BaseValidate Alt 有这样的一个验证器的 自定义验证器的方法 好 好 那么这一个自定义的验证器够不够 这个是看你自己来决定了 我们除了要求Count是一个正整数之外 我们还加一个验证器 我们要求客户端这里 最大的数量不能超过15 因为虽然我们可以给客户端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服务器也要有自我保护的这样一个意识 你不能让客户端传一个1500 你一定要有一个限制 好 那么限制这个Count取值的一个数量 我们可以使用DP5的一个默认的验证 1到15 最小你要传入1 传入0是没有意义的 最大的你只能传入15 不能传16 17 关于这个上限 大家自己来决定 我这里定的是15 然后你如果你有业务需求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30都可以 这个根据自己的来 我们把它定制15 好 这个验证器第一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到这个PowDart的这里 来使用一下这个验证器 NewCount GoCheck 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ReturnSuccess 好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Post那里 来测试一下这个接口 好 Digit给大家写在这里了 这个大家应该目前 应该到现在为止 应该自己可以拼出这样的一个Digit来 我们这里把这个Count指定为3 好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Post那里来 好 好 访问一下 好 Success成功了 好 那么3是符合我们的Count验证规则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改成0看一下 多测试一下 总不会有问题 总不会错的 好 改成0了之后 这里Count规则错误了 好 那么如果我不传呢 问号后面的Count参数 我全部把它剪切掉去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问题 Subcist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注意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Count这里 不同于我们之前的 我们没有定义这个Require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你像这里 它是不是定义了Require Require 那你就必须要传 由于我们说了Count是可以取默认值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没有定义的Count 那么就可以不传入这个值 如果不传入的话 那么它会认为默认的 就会取我们定义的一个默认值15 好 我们可以再可以测试一下 比如说Count这里 我改成一个负数 可以吗 改成少数吧 0.1 你们再看一下 可以 它会认为0.1是不合法的 好 -1 也会验证出这样的一个错误来 好 我们回到代码里面了 好 还没有验证这个 没有验证范围 比如说我们是1到15 对不对 好 我们长一个25 对不对 不行 Count只能在1到15之间 很明确的一个提示 所以说 真的 前期我们做了很多的基础的铺垫工作 这个都不是白费的 我们把前面的基础 包括验证器 还有这样一些参数的验证器 还有异常处理 做好之后 我们后面使用起来的话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省心 这个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们课程 要向大家展示的一种 编写代码的习惯和能力 我一直也倡导大家 首先把我们的基础的一些工作先做好 因为这些基础的工作 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在实际的开发里面 并不是说只有我们一个人来开发 我们可能是一个团队来开发服务器的接口 那么这些可能会有一个人专门的来做这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框架结构性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编写业务的同事可以直接在你的基础上面去快速的构建它的业务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写代码都是在接口方法里面把验证器拆开 用很直白的方法来写的话 那么分工的效率是很低的 你只能是垂直的根据接口来分工 比如说一些人写商品接口 一些人写Banner接口 这样不是不可以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你的代码五花八门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好 那么这个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我们继续来编写代码 好 接着我们要来编写Product的模型 这个模型下面有一个具体的来执行 RecentProduct查询的一个相关的方法 好 我们到我们的Product这个模型上面来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方法 PublicAstaticFunction 然后我们叫做GateMostRecent 它接收一个参数Count 好 这个方法我们就定义好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编写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查询语句 我们有两个知识点 要来小知识点 这个要学习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编写 这样的一个查询指定数量的商品 并且这个商品要按照某一个字段倒序排列 好 首先定义一个Product 变量 然后Sell Sell With 不用With了 最近新品这里 这个Product是独立的 它不需要和其他的模型关联 这个地方大家就要灵活一点 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模型都需要关联 好 那么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指定数量 指定数量有一个链式语句叫做Limit 然后我们把Count传进来 指定Count数量 好 接着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解决的问题是要排序对不对 好 那么TP5也提供了一个排序的计时方法 就是Order Order里面怎么写呢 好 它接受一个字符串 首先我们指定我们要排序的这样一个字段 我们是根据CreditTime来排序的 好 接着我们要来指定一个是升序还是降序 我们这里要说了 我们是要盗序 盗序也就是一个我想想 盗序也应该是一个降序对不对 OK 那就是DESC 好 最后我们把数据 把数据的最后一个终结的长序语句给写出来 Snap 因为我们是一组Product 对不对 所以说是Snap OK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问 为什么这里Order里面是这么传入的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 它因为这个就是TP5就是这么定义的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里传入一个字符串 中间用空格的话 这种方式的话很容易写错 但是确实是这么定义的 第一个 这个字符串里面的第一个CreditTime 是你要指定台序的一个依据字段 然后第二个是你来填写 它到底你是要深续盘 还是这样续盘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调档子把回回去 这个方法填写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调档子里面 使用一下它 好 那么首先我们把Model给你入进来 APP API 然后Mode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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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好 然后我们可以来使用它了 这里 还是定一个变量product 来接收场群的结果 然后呢 product model 都要用这样一个getmost recent most recent的方法 然后把count传入进来 从来得到product 好 接着那是盘空 如果啊 product 没有查询到不存在的话 这里呢 我们要画出一个异常 对不对 new 一个exception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定义这个exception 我们现在的product 还没有这个exception 对不对 好 我们先定义一个 product exception 好 然后呢 我们啊 让这个exception 首先呢 它需要继承制这样的一个base exception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呢 把其他地方的这个三个东西呢 复制过来改一下 首先是404 这个没问题 对不对 我们定义一个默认的 错误提示 message 指定的商品不存在 先检查算数 错误信息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义 好 那么商品的这个我们定义的是2开头的 2开头的代表的是商品相关的错误信息 好 那么这个异常定义完成之后呢 我们啊 回到我们的这个product的这里来 那这里呢 很简单对不对 抛出这样的一个product的exception 好 好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呢 把这个product直接呢 丢向客户端 好 然后呢 老规矩啊 我们测试一下 注意啊 把这个count这里呢 改成 先改成15吧 默认的一个值啊 删的 好 这里呢 就把所有的啊 这样的一个商品的信 信息呢 给查询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15条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没有验重的 倒序到底啊 倒序到底成功了没有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啊 我们现在呢 只取三条吧 少一点数量啊 一二三 就三条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三条有点少啊 五条吧 一二三四五啊 五条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倒序生效了没有啊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默认的一个排序顺序啊 芹菜 梨花带雨 然后呢 树米 对吧 我们先把顺序记住啊 红锈枸杞 孙生龙眼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它默认的顺序呢是这样的啊 芹菜梨花带雨 树米 红锈枸杞 孙生龙眼 它是这样的一个排序方式啊 这个呢是因为呢 我们的credit time 这里啊 没有值 好 那么因为你的credit time 是没有值啊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话呢 它是无法区分的 所以说呢 它按照了一个默认的一个顺序呢 给你做了一个排序啊 实际上来说 这里就没有排序啊 因为这个它所排序的依据之段都是空 好 那么啊 这里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credit time update time 以及deleted time 这里都是空啊 这个呢 我们在课 在这节课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说了啊 只有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方式来操作数据库啊 这个credit time呢 才会有值啊 因为呢 我们说了啊 是tp5的框架自动写入的 必须使用模型来操作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生成的 这个呢 是因为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soho把导入进来的啊 因为呢 你不是使用tp5的模型 所以说呢 导入进来的这些数据呢 credit time啊 它肯定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值的 好 那么啊 放到真实的项目里面啊 如果呢 你要新增一个商品的话啊 你是通过cms里面的相关代码 然后调用服务器的新增商品接口 来插入一条数据啊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下面的话呢 这个credit time啊 就是有值的啊 好 那么关于cms这块呢 我之前也说了啊 你像这些数据插入啊 调用的结果都是非常简单的啊 它比这个查询还要简单一些 像这样的一个代码呢 我们cms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呢 我们啊 会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cms的框架 而且呢 这个cms框架 我个人认为呢 呃我们是没有使用一些 呃成型的cms管理系统的 我们是自己啊 来编写一个小型的cms啊 因为我们这个呢 主要还是来讲课讲知识点啊 使用那些成熟的啊 管理工具的话呢 我觉得啊 不能让大家学到这样的一个 呃更多的知识啊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自己编写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cms里面呢 我们啊 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商品上传的功能 但是呢 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啊 调用微信的接口实现发送 发送模板消息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那么像商品上传啊 商品删除啊 这些啊 它呢 同样的啊 可以模仿这样的一个发送 微信模板消息的方式啊 来来自行做这样的一个呃 代码的编写 好 不管啊 我们的cms里面有没有上传 上传商品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啊 要保证我们接口的正确性 对不对 好 那么啊 我们现在为了验证这样的一个排序呢 我们手动的啊 在create time这里呢 加几个这样的一个时间戳 好 然后我们呢 取的是五条这样的一个记录 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个春生龙眼这里呢 先写入一个时间戳啊 好 然后呢 我们以此啊 减少这个时间戳的一个呃 数值啊 712最新的 然后倒许啊 我们 改成啊 8 随便改一下啊 800 好 注意它的一个顺序啊 700 600 好 然后下面呢 是500 好 那么春生龙眼呢 呃 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的话呢 它呢应该是第一个的啊 因为呢 它的时间值最大 就是 好 我们呢 呃 填写完成了之后呢 再来测试一下啊 注意看啊 它这里的这个顺序呢 这是芹菜排的第一个对不对 好 我们删断一下 哎 加入时间出了之后 马上春生龙眼变成第一个啊 红秀枸杞第二个 树米第三个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倒序排列的啊 春生龙眼猴夕狗 红秀枸杞树米啊 倒过来了 好 我们回到代码里了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本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节课呢 我们完成了一个新的接口啊 guide recent 获取最近新品的一个接口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